欢迎大家收看绿色创富环保节目 由世界绿色组织主办 多谢浩天金融的慷慨赞助 这一集我们讲讲在西方国家 在欧洲很兴起的一个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 究竟是什么呢 找了经济学家关卓赵教授 关教授你好 我们先讲讲经济增长 对大家生活很重要 经常看着GDP 但现在看到资源很有限 所以开始讲讲循环经济 你本身赞不赞成这些概念 我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大家知道经济学 其实是要在有限资源 来得到最高的满足感 但地球上的资源一定是有限的 我们在这情况下 其实就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例如我们的消费模式 用香港来说 现在的消费模式 大约一年的消费 要3.1年的时间才可以制造出来 即是我们根本没有足够资源 洗特了 洗特了 在这情况下 其实要看回以前 以前我们所说的传统经济 就是一些开采 然后生产 即是充分用大自然的资源去抽取 抽取出来 生产消费 然后又有费物 要有人买 所以废料就当垃圾 但其实这些垃圾也有问题 如何处理 这个在生态上 我们叫做Externality Externality 经济学也是这样说 即是你去制造 但你出来的污染 就是我社会去承受 是的 西方国家尤其是有钱国家 例如你想想手上的手机 将来你家的电子产品 最后当老化或换机时 很多东西都会运到非洲 其实大家不知去哪 或是在香港也有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是这种生活模式 不可持续 即是消费主义 即是要说 sustainable consumer 是的 因为大家就是在一个 有限资源的环境生活 另一件事就是 就算在无限资源 不断製造废料 也会影响环境 始终由无限资源 有限 其实真的有限 真的有限 我看到开彩那些也好 例如aluminum铝 少于10年的床量 你觉得这样一路开彩 其实有一天都会用尽 到时怎样 到时 一来很贵 亦可能有些侵略 大家略夺资源的问题 第三四世界大战 这些东西会出现 不要理他 但一定会有一个 比较负面的后果出现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要看回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如何接 就是将传统经济改变 想想有些废物制造出来 或是在制造物件出来之前 将来变成废物的时候 你回收的处理方法 已经设计的时候 已经想定如何回收 所以其实是两条腿 一个就是 就算你没有想过 也要想想将来如何利用废物 如何将它回收 回到一个制造原地 变成一个资源 另一方面是更高一个层次 就是将来知道废物 但要令自己更有效地回收 或者利用一些东西 可以提升它的质素 那你就要想在做那方面 如何做些东西 即是资源的效率提高 令到资源用少些 或者更有效率 是的 另外又要看到整个生命周期 我们说From Gradle to Gradle 一开始到埋葬 整个整个生命周期 整个整个整个人 其实都是将它的寿命 用到尽量 本来近时你100岁 但如果我们这样消费下 可能也是60岁要死 现在希望能够到100岁 在这情况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消费模式 为何 因为你面对有限资源的情况 我们叫做Big T 没有以前那么快 多了东西 另一样是你用的模式 可能令到整个地球环境更加保持 没有破坏性引数 而且可以保持公平性 但我相信现在面对挑战是什么 由一个旧的经济模式 去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无论我们叫它循环经济好 绿色经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要整个系统改变 要整个思维的认识的转变 举例如德国要不同的车牌子去回收零件 你也知道是挺厉害的 駕铛完之后那辆车放在这里 即是一个废贴 即是回收零件 你说要这么多间厂家都肯合作 分装得均匀 都挺刁钻 你这个系统 现在大家就觉得 谁做就谁吃虑 是有这个所说的有因 我们所说的搭顺风车有因 你做了出来的科技 我就去追随 用了你 你先行我少少 但我跟着用了你的东西 大家可以共享你的科技 等于我拿你 你看到我很简单在香港有些例子 真的商场开个冷气 24-26度也好 大家要很有共识 一方面技术做到或量度 第二就是我常怕开得太热 是省了能源 但客人去了隔壁商场买东西 那我不是很大劲 我觉得是这样 但问题是要政府在这个情况下 做一个有效监管 或是安防一样东西 最重要是市民的环保意识 旁边是冷一点 但我觉得太冷了 或者是浪费了一些东西 我领行商场 但走下去 24-26度 其实你的感觉未必太明显 但问题是 环保意识的价格方面 是提升了的 你知道这个商场是有效地 跟着政府做的 例如26度 25.5度 就不会了 隔壁24度也不要紧了 其实我会支持这种商场 因为它的环保意识 带动全世界 而隔壁商场是自己的盈利 所以用消费力量去推动环保 某程度是 没错 但问题是 人的处理方式 就是要接受 或是要帮忙推推 如果你不帮忙 你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自私的人 我们看到从金融海啸 经历了几次 即经济动荡 其实很惨 当经济复苏的时候 研究的研究都是说 能源又用多了 经济重新 但其实资源又用多了 然后才可以追回经济 我们仍然传统模式的经济 都是靠继续 尤其我们都虽然不说政治 但一些政治人在外国 也是两三年就任的 一定就是 employment rate 就业率不要跌 经济好 那下年才有选票 因为搞到那些东西是很短线的 所以出了所谓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的经济理论 我们要繁荣繁盛 但不是靠高速增长 不是主持人的高速增长 那我们是否这样可以生活到 还是我们可以靠绿色经济 成为一个新主持人 我想生活到 其实就看你的问题 就是你何时用到的资源 现在问题是 Prosperity的政客 其实要有一个比较远时 不是近时 就是我们intergenerational 一个叫夸代的看法 大家要接受一个夸代的看法 就是现在我们是过分消费 但会令到下一代受苦 但问题是 你要通过一个 很环保意识的道德 程度要很高 你才能推动 那你为何看到欧洲可以做到 留一些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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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更加比较短视 就说我只是看自己 就永远我连下一任我都不看 变相地大家要小心 其实这些模式 是否要考虑 这就回到我们的选票问题 外国应该算一些比较短视 但其实问题是 人都是短视 或者是厨师 可以这样想 所以我想要通过一个比较 强而有力教育方面 注入人的脑袋 令到可以比较 aware 这个世界上 其实就是 你自己可能是现在很快乐 其实过一两代 你下一代或作为下一代 其实会受苦 希望大家都有一些长远眼光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在英国开始 他们都不出那些所谓 季度的季报 Quarter Report 因为很惨 美国每季 看看利润多少 不够 连CEO都换 这麽短期 两三个月要看到成绩的东西 都真的挺大劲 所以现在宁愿出一些 中期业绩或年报 正常有些长远 我想透过这些reporting 这些所谓业绩的报告 周期长了 都是好事 应该是好事 起码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在跟公司所受的压力 比较少 即是可以做些长远的投资 对市场或对公司是好 是的 还有我认为公司本身 社会上负责任 社会上负责任 除了在职业方面之外 就是对社会贡献 社会贡献方面 就是要令到资源上 更加有效地运作 而是不浪费 我觉得很多香港 譬如很多地产商 有很多楼 大家做一些推动 令到好环保 好环保 有他们带头是一个好例子 你自己觉得 刚才也这么说 基建是否真的一个方式 去带动香港的经济 我不相信基建是可以带动香港的经济 最主要是香港的外放人经济 如果认识香港的经济特色 就是很多原料 即使工人都要由岸入来 所以钱是流出去的 上年我记得财爷 前一年John曾派钱 但派1元我们计算过 是少于1元回来 是0.7元左右 其实只是说 你不是1元重于1元 你扔1元下去 其实收回少于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有些钱走到外国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 日本有很多大白象 当年要振兴经济 不断起 其实架起的路是没有人用的 但当时最引擎是有就业 没错 但就业不利用不了 但这些就浪费资源 要看本身要用 问题是经济有周期 始终有低潮的时候 失业率高期很大 大家本来洗开好地地 现在突然间经济那么差 怎算呢 其实经济周期十会出现 这周期就要看本身的应付方式 如果仍是一些旧思维 是不断地做基建 其实就是因为 国家可能要拿选票 可能要考虑西负率 但其实这些做法 未必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其实很多时候 你要预防 预防周期下滑的深度 如果你能够做好一些所说的 福利网 或者不断有安全网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为现在转型 很多世界上有IT、AI 很多时候就业方面的技术 技术已经过时了 政府要做很多东西 令到保持那些人的技术 政府开始低的时候 再提升 保持竞争力 从来周期就会出现 但如果政府能够做一些 PM的措施 就会令到周期下滑的深度 减少了很多 即是再赔分 没错 一定是这样做的 所以其实面对经济的挑战 有上有落 究竟怎样可以进一步推动 循环经济呢 我们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